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的呢 你呀拿了我的桃 完了看见了金大美 然后你就把我的桃给了金大美 你这是借桃鲜美呀赵刚子 我和金大美啥关系 多微妙啊 你心里能没数吗 我不是吓唬你 你这是送桃的事吗 你这是引起了两个美女 不 一个美女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矛盾 你知道吗 你别生气 他美你让他美去 谁美谁美 哎呦你天呐赵刚子 你还配吃桃 你连桃鲜你都不配吃 哎你看见金大美的大肠腿 你就丧失理智了是吧 不是 你别忘了你可是有夫之夫 哎呦我有夫之夫咋的了 我有夫之夫还不能吃个桃吗 什么有夫之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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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弄着了我跟你讲啊限量版的冰敦敦的钥匙链很好看了啊你放心吧回家我亲手交给你啊好的哎哎接下来临织们我刚才总是过我好想一个冰敦敦的钥匙链丢了你们看着没看着没 刚子哎哎呦你拿的是啥呀 限量版冰敦敦钥匙链 这玩意不好弄吧 那谁让我捡着了呢 哈哈哈哈 刚子你捡着就对了啊 谢谢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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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给我拿过来 啥呀你就谢谢一谢谢成你的了 本来就是我的呀 你不剪着了吗 我说的是剪着了 我没有说剪着了 那不一样吗 咋一样呢 剪着了是剪着了 剪着了是剪着了 两个意思 你把这俩字写一下 你看 剪着了 剪着了 那不一样吗 怎么能一样呢 剪着了 它是动词 剪着了 它是个什么 那是个大词 你就被个钥匙链 你跟我在这儿 动词大词的 你跟我玩BBOX呢 来来你坐下 坐下我跟你说 钢子 你也知道 我不是个小气人 只要是一般别的东西 我就给你了 但是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简直是意义 有点非凡的重大 是有个追求者吗 谁呀 就是那个他 我感觉 我好像这次是遇到真爱了呢 你说就我单身N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女同志 遇到这么个小伙子 你说我是不是剪着了 哎 剪着了这意思你不是懂吗 你别打伤了 你给我得了 行不行 我怎么给你啊 你这里边还有大米粒呢 你就跟大米粒直说就完了呗 让他放弃啊 钢子 你是个男人 你痛快点行不行 行 钢子 你是个爷们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这辈子就看不得女人难受 这是我的软肋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哎呦爸你吓我一跳 你啥时候来的呀 我明天来的 我问您什么时候到的 我后天到的 爸你没事吧 你别管我叫爸 你还是我的那个好女婿吗 是啊 你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吗 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哎呦我 你是不是在我们家 谁给你受委屈了 没有啊 大米粒欺负你了 因为啥你告诉爸爸 爸回去说他 我教育他 我让他改 没有 那你就是嫌大米粒长得胖 我让他减肥 我把我私房钱拿出来 我让他出职 爸 没有的事 那你就是嫌大米粒长得丑 长得丑不愿意她 那怪我呀 请问你是小米粒的 闺蜜 我们两个东西非常的好 对对对 刚才她给我打电话说 我知道 当我面打的 来几个人打电话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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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特别着急 我比她还急呢 那个 笨笨你看你是喝水呀还是喝饮料啊 随便 随便 对上了 那啥呢你是吃苹果呀还是吃橘子呀 随便 你是看电视啊还是看电影啊 随便 随便了 随便 随便 帮你 censure 帮你来到我身边 哎呀 那 我 李温柔是不是 对对对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 是家是家 小米莉说她水管坏了 我得去看一下 那个你刚才舞蹈跳挺好 你再醉醉 我去看一下 正激动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还会修水管 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 我只能送她两个字 完美 那个 小米日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和我研究终身大事 为此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但这事吧 来的太突然了 我就觉得不靠谱 还好前两天吧 我遇上了一个恋爱高手 送了我一把爱情指剑 登登登登 为了我能够得到稳稳的幸福 看你一个老 看见 哎呀哎哎哎哎哎 哎 你谁呀 你谁呀 你上来就给我一下子 啊啊对不起我扎错了 你把钱还我 偏还你啊 到本姑娘手里的东西 那就跑不了了知道不 完了 爱情指剑一定压力 我鸡蛋 我 darn害怕 让他一会我躲起来 但是你跟他说说 你我想看看那啥 behaved 不要求你了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哎呀我来我来 걱嗯 我跟你说 小米丽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 家里面出事了 出啥事了 出大事了 他稀罕你 你不稀罕他 你不稀罕就不稀罕嘛 你还老拿话刺激他 说他长得磕疹 你说你对这么一个 卡在青春期的少年 你老这么刺激他受得了吗 大姐夫 你要这么说 咱俩就得掰扯扯了 说 你是不是我亲姐夫 是啊 那找对象这件事 是不是牵扯到 我一辈子的幸福 那是 那现在我问你啊 你平心而论 王小茜 磕衬不磕衬 不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问题吧 他还真是个问题 姐夫你就说吧 王小茜磕不磕磕 他磕啊 可以接受还是 哪可以接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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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那哥 哎呀我的马呀 你看他那脸型 哎呀我的苍天哪 你看他那眼神 哎呀我的苍天哪 哎呀我的娘啊 不是大姐夫 你在我心里可是最诚实的人 哎今天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 嗯 王小茜 柯震 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第一次说实话这么尴尬 王小茜 王小茜 你干啥呢 在家练歌呢 不是 这这啥年代的古董呢 跟哪儿逃得来的 现在谁还拿着录音机提歌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肤浅 这台录音机 对我家来说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啥意思 想当年 我爸就是用这台录音机 在我妈上下班的路上 对她围追解读 用一种不要脸的精神 俘虏了我妈的芳心 于是乎 我就诞生了 那你眼睛那么厚 我要继承我家的优良传统 要向我爸学习 用他的方式追求你 感动你 温暖你 黏着你 沾着你 呼着你 征服你 哎呀你可憋怨心我了 行不 你说你那大老都挂了 一天都行 你这傻 行是你 小废话吧 对了我找你有正事啊 傻事 是不是一日不见 如隔山丘 我看你一眼 我浑身难受 我不能受 行了别这话了 那啥我家门锁坏了 我已经打电话过去叫人修了 你知道吗 等一下 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 我有急事出去一趟 你干啥去 找谁去 我呀 我找甜笨笨去 约会去 你挂脚吗 小美丽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你找甜笨笨约会去 让我给你看起啊 你独起耳吹喇叭 咋想的呀 我过去看 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 你看不看 不看 看不看 看 见皮子吧 好好看着啊 白看呢 那你还想咋的呀 给点奖励吧 啥奖励呀 啥奖励呀 来来来来 我给你奖励来 来过来 有有 有 哎呀你妈 给你奖励给你奖励 给你奖励 我告诉你啊 给我好好看家 小美丽 你行啊 我要是跟你好好看家 我就是你孙子 你走我就走 我住你家 一会儿就进贼 把你家东西全偷光 最好把房子都扛走 这就是我今天 最大的愿望 走贼 姐 感觉我们这款面膜美白效果怎么样 姐 看看 特好 那个保湿效果呢 也特好 那价钱怎么样 特别想再便宜点 姐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这是一次爱心活动 我们每卖出去一片面膜呢 就为西洋弄成捐一块钱 我卖面膜赚的钱也全部捐出去 你知道我是很有爱心的 那行 那我就不砍价了 那小姐 那你打算买几天啊 几天 那是你姐我的风格吗 进来一箱 姐太大了 姐你真大了 姐要一箱 刚才那 那就那什么吧 那就去拿货去吧 我没钱 姐呢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碰过现金了 微信支付不行吗 行 我把这张彩票给王叔送去了 就说王叔种了块香皂 恭喜他 诶诶诶 干啥呀 干啥呀 你干啥呀 怎么的啦 我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 我后半辈子我睡觉 我都睡不着 睡不着觉吧 什么呀 你有五百万呢 你买多少安眠药睡去呗 你那五百万买安眠药吃啊 那我还能醒得了吗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个坏人 你这样 你把他都交给我 干啥 你就说让我去买的 不行 你也不行 我跟王叔说 王叔就是肥皂 不行 还就是五百万 就得把这张给人家王叔 你没那么干 哎呀 哎呀 今天架的印挺全我呀 哎呀 坦坦姐夫 王叔啊 我让你帮我买这张彩票 你买了 是 买了 在哪儿 中奖了吗 中了 中了 中什么了 恭喜你 一块肥皂 哎呀 我的 哎呀 啥呀 哎呀 谢谢你 你这个手气真好 我买了两年多 今天中的是最大一个奖的 哎呀 哎呀 手气真好 谢谢 王叔啊 你是这样啊 你现在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让心脏跳动的慢一点 哎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说 这张彩票啊 这张肥皂不是你的 你中的是这张彩票 什么都没有 这张是张大张 五百块 多少 五百块 多少 五百块 你看 你看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今天不知道是aye姐啊 哎 哈哈哈 还五百块 哎 locations 王叔 你瞎死我得了 你还五百块 你真 Massive 我是 五百块 好好好 埃了 霖 铃铃 谢谢你 我镇中了五百块 哎呀 谢谢 你呀 就是没有孙凤实在 孙凤我跟你说 这个价里我最喜欢的 就是王上 你正说实话 你就是种香皂的 真正老啊 你拉脑吧 你看你撞进去 你真正的 怎么会这么严肃 别人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我呀 真中五百万了 好 我真中了五百万了 大伙作证 我中了五百万 我也给你 咱们扑出脸 行了行了 别拿我冲开信了 我回家 王叔 王叔 彩票呢 你仔细看着啊 我给你念啊 王叔 中国福利彩票 FC杠1232332 中奖奖金五百万 你看一下 两千 王叔 王叔 快起来快起来 我占中了五百万 小王啊 你激动啥呀 你不说这五百万给我了吗 哎呀 王叔 王叔 你跟这女人吓唬她了 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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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你见过钱 给她买 完了我又找这杠子给她买的 你说人家在家躺着都中呛 她在家躺着中奖 这个老头 我明天一早就送给她 什么明天一早 现在就给人送去 你拉倒吧 今天愚人节 你送下她心呢 哎呀 我拿回点暖和脑 哎呀 你送我叫儿子呀 哎 哎 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啊 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 我不冲你喊儿子 我冲谁喊儿子呀 他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起啥哄啊 媳妇你这话说的太刻薄了 怎么的 我前世风长得是磕着点 我怎么得比你爸还好看点吧 哎呀妈 别跟我爸比 我爸多有风度啊 哎呀妈呀 你爸那叫风度啊 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骨度 骨度 你这我邻居就说了 你咳到他也是骨度啊 爸呀 骨度就是风度 师父啊 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敲敲话的时候 天天别带着我啊 假设这个锁是X 钥匙是Y 想要找到钥匙Y 那么用斯坦克维亚定律 Y就等于X乘以口三眼的平方值再乘以根号下地 开 啥意思啊 就是说没有钥匙开不开 你说出去 不是 我干啥呀 咱俩好认识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什么箱子都能开吗 我是木匠 锁我开不开 箱子我能给它锯开 出去 不出去 四哥 我看出来了 今天这我也待不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长得帅的人脾气都大 出来 你刚才说啥 我说你脾气大 咋的 不是这句 上一句 我说你人长得帅 咋的 你也看出来了 刚才四叔刚夸我 说我长得像吴亦凡 你可不像吴亦凡 你哪长得像吴亦凡呢 说谁不像吴亦凡呢 明明长得像陆寒 说着 兄弟 麻烦你了啊 给我开开的 想起办法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你得想一想 那个锁我是开不开的 不行我找个人吧 你找谁啊 六弟 哎呀 六弟这个人很老厉害 我听说啊 六弟就在开锁行业 那是这个 就别说你家的小锁了 绑那个老虎 笼子那大锁 人家都开过 那可真厉害 租了三十来念院 你不跟我开玩笑吗 四哥你出去待会儿吧 你们两碗两碗 四哥 四哥我打电话啊 靠谱吧 这人了 六弟啊 你哥哪呢 我这五个活开足啊 对 十块钱活 你赶紧的 四哥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五哥 六弟 最美不过西洋说 她是你六弟啊 她是你六弟啊 哦 我忘给你介绍了 我姓张 我叫张五哥 我姓宋 我叫宋六弟 你来咋认识的啊 闲言少叙 办正事 给谁开锁啊 六弟 给他开锁 你躲开 我得问你两句啊 你是这叫主人呐 姓啥 我叫宋小翘 问你姓啥 没问你叫啥 这个磨叽啊 大爷你快点呗 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 有缘呐 有缘 你看啊 你二十七 我七十二 这就等于说是 我和你有缘呐 我和你有份 大爷 你别唱了 咱开锭了行吗 咋这么猴急呢 我不得问清楚了吗 不能谁让开都开 在这方面 我受过伤 老板呐 就是没问清楚 就开开开 给我开一万去啦 那咱先开怎么行 这个我们都可以作证 这个锭子绝对没有危险 我们给你作证 老板 那行咱们就 开锁 开锁开锁 哪个锁 我抽 我的猫 多好的箱子 大爷 别看箱子 看锁 怎么都送我箱子来呢 一个字 绝 哎呀 哎呀 我回来了 哎呀 老姑娘啊 哎呀 老姑娘啊 妈妈 妈咋的了你哭啥呀 说话呀 爸 你欺负我妈了 打你下声到以前 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 你都欺负我了 现在我一路都都是欺啊 二驴子 哎呀 是你又惹妈生气了 谁到哪小别犹子惹妈生气的 你说咋的呢 我说咱妈偏心眼儿 偏心眼儿 孤独的 妈 你别哭了 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我 我怕我的小米粒 变成小米粥啊 哎呀 我的妈 啥小米粥 别哭了妈 我说你咋的了呢 妈我跟你说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把你吓太大了 都下冒烟了 然后我就在那桥洞那避雨来的 是吗 哎呀妈你们都不知道 那桥底那水 老深老深的了 妈都快冒我腰了 哎呀 老了车了 倒着吧 嘎 就灭火了 哎呀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 领着乌烟那帮人 来了 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 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 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丑着是吧 就是 我就在那帮人推厄来的 哎呀 哈哈 妈 看着呗看着呗 谁养的姑娘向水 妈前听的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是 我爱推车了 led 王 阿 比如你老爷吧 养个驢车 啊 后来驢死了 她不推这行啊 哈哈 哈哈 啊 啊 原来我银�水有妈呀 哈哈哈 这孩子 完了还好多老人小孩啊的 回不去家了 我还掺他们回家了的 哎呀这点像我 我年时候就爱掺人回家 扶人过马路啥的 拉着吧 人家有个孕妇 舔个肚子 冷吃冷吃的 好容易到采院门口的 这家气冷吃的 过去就把一个扶回去了 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省不少医生费 要送我一件法宝 来 你看 姻缘绳 据说这个东西特别灵验 戴上它 不出一个星期 指定能找出对象 看你着急 来姐先给你带 这么贵容颠 那我不能 你跟我客气啥呀 来姐给你带 我给你带 半年了 不好学 那行行行 那什么这样 这样这样你别哭了 你这样 你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你跟姐说 姐帮你介绍一个 不就完了吗 我还整啥要求啊 就男的 活的 就行 你要求这么随便吗 随便咋整 那有个人都不做了 那你要真是 想这么随便的 找一个的话 我这还真有一个 挺随便的人选 你想不想见见 我姐多不好意思啊 反正见着也行 那我给她打电话了 你先快来 姐太着急了 不行不好意思 不好笑啊 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废话呢 好事 过来聊聊 你的终身大事 快点 离得特别近 马上就到 哎呀你看 姐穿这个睡衣 也不太合适 我先进去换身衣服啊 给你俩留点 私人空间 天真不好 真是我亲戚 还给我找男朋友 这男的傻样呢 好期待啊 你好 我是来看 你好 太帅了 我已经流点失态了 请问你是 哦 那个 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温柔 人如其名 特别的温柔 哦 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 我叫田笨笨 田笨笨 这名是起的 还挺聪明的 请问你是小米粒的 闺蜜 我们两个歌戏 非常的好 对对对 刚才她给我打电话 说 我知道 当我面打的 来几波也打电话 不是不是不是 她特别着急 我比她还急呢 那个 笨笨 你看你是 喝水呀 还是喝饮料啊 随便 随便 对上了 那小安 那你是 吃苹果呀 还是吃橘子呀 随便 你是 看电视 还是 看电影啊 随便 等一下了 那个 李温柔 是不是 对对对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 世家 小米粒说 她水管坏了 我得去看一下 那个 你刚才舞蹈跳挺好 你再醉醉 我去看一下 正激动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还会修水管 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 我只能送他两个字 完美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